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節我們會詳細看看 Reactivity Series 和Mental Extraction的關係 首先我們要解釋一下 什麼是Reactivity Series 在Reactivity Series裡面 我們有一堆Mental 大家需要記錄 這次序為 甲 納 鈣 尾 女 新 鐵 石 圓 銅 銀 銀 金 鉑 這個串聯 我們拆開作為兩部分 在Reactivity Series裡面 除了在版面裡面 不足夠位之外 其實都有它的原因 簡單來說 越高的Metal 它就是 越Reactive 我們用 More Reactive 來表示 即是說 Metal的發酵 反應是很強烈的 另外 越低的Metal 就是 Less Reactive 即是說 它的Reactivity 是非常之低 沒有什麼Reaction 那麼 在高的位置 或者 我們說 那些Metal 是很Reactive 又或者 用另一個角度看 它們是 Very Unstable 很不穩定 但是 它們形成的Compound 就 反過來 它們就會 是很 Stable 又或者 是很 Unreactive 大家要留意一下這些字眼 我們會問 究竟是Metal 還是 它的 Compound 反過來 下面 Reactivity 較低的Metal 當然 它是 Very Unreactive 用這個角度看 它是 Very Stable 所以它沒有什麼 化學反應 但是 它形成的Compound 可能 反過來 就會是 Very Unstable 又或者 是 Very Reactive 那 Reactivity Series 是一個 互相比較的 一個 串聯 很多時候 我們比較 一兩隻Metal 之間 究竟誰是 More Reactive 誰是 Less Reactive 又或者 哪一隻Compound 是 More Stable 哪一隻Compound 是 Less Stable 如果 根據這個 情況 我們 會 用不同的方法 去 Extract 最簡單的 就是 最後兩隻 高 和 Platium 因為它 太過 Unreactive 所以 它們 本身的 Element 都是 Free Elements 在上一節 我們都提過 其實 都沒有什麼需要 Extraction 而 Extraction 主要 都是 Physical Extraction 即是 做一些 簡單的 Filtration 等等 那就已經 OK了 而 Sylver 和 Mercury 高一點 我們 說 它是需要 用 一些 熱力 幫手 去 Extract 它們 就是 用 Dry Heating 將它們的 Compound 在 空氣底下 或者是 在氧氣底下 所謂 在空氣底下 加熱 那就已經 OK了 而 升至 Compound 它們 再 Reactive 所以 它們 需要 一些助手 就是 用 Reducing Agent 用 這個 還原劑 去幫忙 去幫忙 還原 那 我們 會用 RA 來代表 譬如 它們的 Oxide 可以 用幾種 方法 一般 我們 都可以 考慮 四種 Charbon Charbon Monoxy Hitrogen 就水 比較 Hitrogen 就只可以 幫 Iron Teen LED 以及 Cupper 而 Hitrogen 是不夠力 幫星 做 開彩的 而 最後一個 就是 用一隻 More Reactive Metal 去幫忙 之後 會再說 最初的五隻 就是最 reactive 的五隻 由於 太過 reactive 所以 extraction 方法 亦是比較特殊 一些 就是 它們 需要 Electrolysis 用電解 將 Cumpan 變成 Liquid State 然後 做 電解 才行 而 Electrolysis 我們會稍後 在另一個 項目 才詳細 所以 在這個 範圍內 我們最主要 看幾個 chemical 的 方法 去開彩金屬 還有一點 想提及 就是 如果我們 將 reactivity series 打直 這樣 排 由於 extraction 的方法 是 國異 和 金屬 本身的 reactivity 又或者 Cumpan 的 reactivity 是不同的 它們開彩的 年份 亦不同 例如 較低的 在 公元前 已經可以 應用 例如 高 SILVER 大家以前 讀過歷史 讀過中西史 都應該都知道 有很多 金屬 以前已經用 例如 Cupper SILVER GOLD 這些都可以做貨幣 但由於 越高的金屬 它開彩的難度 越高 有一堆 我們需要加 reducing agent 和加熱 那些就會更難 而去到尾 你呢 最初的五隻 就要去到一百幾幾年 基本上才可以發現得到 因為 它們是需要用電解 電解之前 必須有電 電的發現 或者應用 要去到一百幾幾年 或者一七幾幾年 才可以掌握得到的 所以 除了用電 除了用電 之外 它們需要 變成 liquid 那 Temperature 都要非常高 才可以做到這一步 所以 越高的金屬 就會 越近 其發現 越低的金屬 就會越早 其發現 拜拜 拜拜